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种控制症状的同时 我们还要做一些我们的工作 比如说我们尽可能的寻找慢性熊马者的发病原因 以及它的诱因 如果能寻找到原因或者诱因 这样的话对它控制症状 以及最后减药停药 也就是患者心目中的根治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实际上找这个原因也并非容易 我们至少目前认识到慢性熊马者的发病的这种原因 或者是诱因中 至少包括内因和外因两个大部分 内因主要是指的患者的免疫力 自己的精神压力 劳累 以及有些患者患有其他的内科的疾病 包括有慢性的感染症 比如说胃炎 中耳炎 盆腔炎等等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外因 外因实际上更多 比如说花粉 粉尘 尘满 比如说饮食的海鲜 桃子等等 这些容易过敏的东西 还有一些外因 比如说日光 日晒后出现的熊马者 当然还有一些物理性的熊马者 少见一些 比如说冷 热 刺激 以及用动 有些人他在饮食辛辣或者跑步 情绪激动以后 就会出现熊马者的发作 这些内部 外部的因素 早起来并非容易 有时候我们尽量根据这些情况 去查相应的病因 但是这样的一个化验 不一定能完全查到这种 想要得到的结果 有时候我们还会嘱咐患者 既然我们一边去查 你一边也去注意 注意什么呢 我们让患者去做饮食日记 如果该患者明显地 有饮食诱发的熊马疹 那么我们让他去做饮食日记 每天记录自己饮食情况 还有一部分人是有 记录生活的日记 比如说他去哪玩了 或者是做什么健身 用动等等 这样的生活日记和饮食日记 是相对来说经济好操作的 只要患者连续记录一到两个月 那么对他的治病的原因 会有一个相对的了解 这样有助于我们 慢性熊马疹的控制治疗 和所谓的根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Ximo start ofcidos indices订阅快充 text